县府今年度特地编列4000多万元预算 补助符合条件的老人家装置假牙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长林志忠表示 补助对象包括中低收入户及一般民众 全口补助最高4万元 半口最高补助2万元 凡是符合资格的老人家都欢迎提出申请 今年就100空白年 我们油管要有办理老人的假牙补助 是总统有4000空94万的医生 要来推动 今年改变的方式就是 经过一个卫生所来做一个确认 开水器全口是相关補助到4万 如果半口相关補助到2万 所以说乡亲我们也要把这些机会 来拥有来申请 老人家有假牙补助 东西吃得下去 身体才会健康 县议员罗美玲肯定县府这项得证 不过他建议县府 应该站在专业的角度上评估 不管残牙三颗或五颗 都是丧失了阻绝的功能 希望县府能放宽限制 那当然这是一个德政 那可是事半这两年下来呢 我们发现说需求的人口非常的多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老年人他的假牙补助呢 他有一个规定 也就是说上颚跟下颚 这个残牙呢 要在三颗以下呢 才能够做这个假牙的这个补助 可是很多老年人呢 他不知道到了这个牙一整首之后 却面临了残牙的这个限制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我们南投县政府呢 是不是能够来做一个调整 其实根据牙医师的这个评估 不管是残牙剩下三颗或是五颗 其实都丧失了这个 咀嚼的这个功能 县府为年长者补助假牙装置的措施 县议员罗美林肯定这是一项得证 但依照规定 要三尺以下的残尺 才能接受全口假牙的补助 若议员希望县府能以更专业的角度来评估 因为三尺或四到五尺的残牙 同样失去咀嚼的功能 因此建议县府能在放宽规定 以加汇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落实老人福利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